欢迎各位来到未来中国 那今天呢 我们的科学纪念团有了一位新的成员 旭东 大家好 可能很多的科学爱好者听到过 也对他的声音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是我们广播电台的 科学工作室的负责人 科学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知识 可以说是百科全书了 对 不过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 很多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因为我们要聊的是这个地球上 数量最多的一种动物 就是昆虫 昆虫其实是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是维护着我们地球的生态平衡 对 小时候好像有一篇文章叫蟋蟀的住宅 就把蟋蟀在地下的住宅描述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我记得在我们这个院里啊 抓了40多只这个蛆蛆 然后就养在家里 结果它真的是打了很复杂的这个洞 我后来自己还养螳螂 这个热带螳螂叫兰花螳螂 然后你曲曲就顺便喂螳螂了 对 真正的养兰花螳螂要用叫樱桃蟑螂来喂 所以我就顺便又养了樱桃蟑螂 你真是有个非常包容的好妈妈 太值得学习了 首先什么叫昆虫 为什么蜘蛛什么的就不叫昆虫对吧 因为昆虫有一些核心的特点 比如说它长着三对足 两对翅膀 我们叫六足四翼 它有演化上的一个巨大的米团 在3.25亿年前的时候 历史上第一只昆虫出现在了化石记录当中 那个昆虫就已经有完备的六足四翼的构造 可以飞行了 像别的动物比如说鸟类啊 翼龙啊 它早期都是有一些只能滑翔的组件 它没有飞行能力 所以这么成功的一个身体构造 它怎么演化出来的 我们居然完全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昆虫真的是地表最强生物 有一个研究做过 一群蟑螂里面有50%的蟑螂 它能够忍受一千拉德的辐射 核辐射 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人放在这样一个一千拉德核辐射环境里面 十分钟以后就没命了 甚至有10%的蟑螂 它能忍受一万拉德的核辐射的量 一万拉德什么概念 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那个核辐射量 所以原子弹都杀不掉一只蟑螂 当然其实我们自然界当中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昆虫 能力也都是非常的强 比如说有一种重量级选手叫脚粪金龟 它能够举起比自己自身重量 重一千一百四十一倍的一个东西 这就大概相当于陈姐 你要举起十二头成年大象 还有就比如说跳档 它能够跳比自身这个高度高两百多倍的距离 那就相当于我们的张国伪运动员 它要跳四百米的高度 所以说昆虫的相对运动能力 真的是比人强非常多 像我们经常说的十七年产 十七年产 它的幼体阶段 我们说十几年的时间 它们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准备 就为了可能最后几个小时 或者几天几个月这样子的一种绽放 你真的是会感慨这样子的生物的神奇 小小的昆虫 其实当中真的有着很多伟大的秘密 就看到昆虫 我们就好像是看到了地球波澜壮阔的历史 看到了上一年的这些生命的绚烂的多样性 而且昆虫当中呢 是蕴含着很多的这个世界的小小的密码的 那今天我们的这位科学家 就要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些密码 昆虫的种类非常繁多 一只昆虫比一个星星还要复杂 第一只昆虫的出现距今三亿年前 蜻蜓的大脑能同时处理两万八千个镜头 蚂蚁的身影可以说是遍布世界 适应了无数的环境 蚂蚁的社会不就是我们人类追求千年的乌托邦吗 很多科学家都把蚊子称为世界上最危险 杀害人类最多的动物 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掠纹里面 找到一个天然的看掠的细节 以青春之名燃科学之光 欢迎来到未来中国 让科学榜样成为这个时代最闪耀的光 一直以来啊 昆虫造福于人类 因为有了昆虫 人类才创造了伟大的丝绸之路 但同样的昆虫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灾难 而今天我们的这位科学家呢 就是和昆虫打交道的人 他将昆虫学与分子生物学的问题 有机地结合 以蚊子作为研究对象 针对瘧疾这种人类顽疾 在分子生物学上取得了 系列重大突破性的进展 成为了国际上防虫抗灾的 主要的开拓者 他就是昆虫与生态学家 中科院植物生理生态所研究员 中科院昆虫发育净化生物学 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四宝 大家好 我是王四宝 我是一个对昆虫着笔的人 昆虫是人类基因 信息和生物材料的重要来源 昆虫虫虽小 但它们无时无刻 不再影响着这个世界 令我着迷的是 它们的复杂程度 一只昆虫 往往比一颗星星还要复杂 一虫一世界 它们有太多的秘密 需要我去看 王教授你好 欢迎欢迎 请坐 特别高兴 今天来了一位昆虫学家 因为我们这个未来中国的节目 之前讨论过像量子力学 天体物理 观众听到之后 就觉得很神秘 很遥远 但是昆虫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我好像有点了解 我特别想知道 从昆虫学家的角度 您觉得昆虫和人类的关系 是怎样的 昆虫的种类非常繁多 所有动物里面 它占75% 昆虫是有害和有益 我觉得都是相对的 既可以给我们人类 造成很多的危害 对 比如说吃农业 还有些昆虫 可以传播植物 动物 还有我们人类的这些疾病 像蚊子 比如说那些飞丝 传播很多的水稻的一些病毒 那当然了 这个昆虫也给我们人类 带来了显著的收益 你比如说产宝宝 还有这个蜜蜂 给我们提供产品 那还有很多的昆虫 我们把它叫资源昆虫 可以处理 地球上的一些废物 对我们科学家来说 很多的昆虫 其实是我们科学研究中 非常好的一个材料 比如说发育 免疫 甚至人的生物中的认识 很多都来源于昆虫的研究 可以说把昆虫 与我们人类 这个生产生活 甚至是艺术住行 息息相关 您这个阐释太全面了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科学家 是因为热爱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您是为什么会选择蚊子 作为您的研究对象的呢 在美国做博后期间 有一次呢 我听到有个老师做报告 感觉这个蚊子 原来有这么大的危害 我听说 好像挪威还瑞典 北部有一种蚊子 它那边都是冻土嘛 每年冻土化开 就那么可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那蚊子就是要抓紧时间 这一个月的时间 或者幼得没有办法 所以那蚊子攻击性特别强 号称地表最强空军 蚊子能够传播很多的 像瘧疾 这个邓格日 在卡 这一星老爷 很多的人类疾病 每年呢 可以导致数亿人感染 近百万人是什么 应该在地球上 被认为是最致命的动物 说起这个瘧疾呢 每一分钟 就有一个五岁以下的一个小孩 因为感染瘧疾 而离开了我们 目前仍然在全球 近一百个国家里面流行 那我们国家过去 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 瘧疾流行国之一 比如说解放前四十年代 那个时候我们每年 我们有三千多万人感染瘧疾 每年就有三十万人死于瘧疾 所以我们国家经过了七十年 接控人员的这种奋斗 包括政府的管理 去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宣布我们国家已经消除了瘧疾 但是我们国家每年仍然有 境外输入的三千多粒的瘧疾 仍然有 所以说这个瘧疾仍然在世界上是一个最严重的虫酶传染病 所以说我觉得蚊子既然属于昆虫 而且和我们人类生活 跟我们的健康 息息相关 我就觉得研究蚊子更有意义一点 所以您的研究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 那今天呢我们的科学青年团成员啊 各自准备了一个和您的研究相关的科学敬演 然后您在听完了之后呢 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来选择您最喜欢的那个科学敬演 然后把这个硬核青年的称号送给他 同时把您带来的礼物也分享给他 好的 好的 未来中国 未来有我 接下来进入到未来青年说 凯迪拉克的lyric 瑞哥助力开启未来中国 科学敬演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个话题都非常有意思啊 有趣 先是 三重型比我师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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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张家伟 业于同济大学生物专业 大自然牵一年的造化 让昆虫成为了世界上 多样性最丰富的动物之一 它们就像超级英雄 拥有许多人类梦寐以求的超能力 那这些超能力和人类科技相比 谁更胜一筹呢 大家好 我是张家伟 在很多人看来啊 昆虫是渺小且不起眼的存在 但事实上 在漫长又残酷的进化之后 今天呈现在我们世界上的昆虫啊 那都是时代的圣者 进化的宠儿 它们大脑看上去可能并不复杂 但它们身上的结构和黑科技 早已到达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仿佛具有比人类更甚的智慧 首先带大家领略一下 昆虫的美 我们看到蝴蝶那优雅美丽的翅膀上 其实布满了细小的鳞片 这些鳞片会自动跟随太阳光而摆动 改变颜色 同时能帮蝴蝶调节体温 科学家受到了蝴蝶的启发 将人造卫星的控温系统 也制成了可辨式的百叶窗石叶片 保持卫星内温度的恒定 苍蝇大家都很讨厌吧 它有一对长得像雅琳一样的吉士 这对翅膀也叫做平衡棒 我们打苍蝇的时候啊 常常是望银星探 任凭它在空中来回闪避 反复横跳 闪转腾挪 这对平衡棒就是它最大的帮凶 它们其实是苍蝇退化的后斥 说是退化 但它现在以300次每秒的频率 在苍蝇飞行的时候震动 保持平稳 人们啊根据这个原理 仿制了震动陀螺仪 随后又成功研制了 震弦角速度陀螺和震动两角速率陀螺 这两种装置 现在已经应用在了航空航天领域 提高了飞机和火箭的飞行稳定性 其实啊像苍蝇这样的昆虫 有很高的机动性能 还要归功于它的腹眼 拥有腹眼最多的昆虫啊 其实不是苍蝇 而是蜻蜓 在它那小小的头部 有两万八千个小眼睛 是苍蝇的七倍 这每一个小眼 其实都有成像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小眼 理解成为一个像素 但是啊 它是成球状的分布 可以有效地判断天敌 或者食物的方位 距离与速度 这是一个小小的昆虫 在残酷的自然竞争当中 生存下来的绝密武器 小圆感知 参考昆虫研制了 仿生复眼传感器 就是我手边的这一台 别小看它 长得一样 用探头Plus 它曾经悬挂在 我们北京冬奥会的 国家速滑馆内 靠两台这样的复眼传感器 覆盖了八万平方米的场地 相当于同时观察 11个足球场上 球员加观众每一个人 一台复眼传感器 拥有30个摄像头 组合成为3.2亿像素的监控系统 把场馆的每一个角落 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啊 复眼仿生技术 也不是简单地 把摄像头堆在一起 还要靠背后的超级算法 把数十个镜头 无缝衔接成为一个 实时流畅的画面 那我们在这方面 超过我们的蜻蜓老师了吗 我觉得并没有 蜻蜓的大脑 可能还没有一粒米大小 但是它能同时处理 两万八千个镜头 还有一种昆虫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一般你们家里面的香蕉 放的时间长了呢 它就会围着香蕉转 这就是果蝇 通常果蝇啊 只有几毫米大 但就是这小小的果蝇 催生了至少六个诺贝尔奖 因为它易于培养 而且繁殖周期短 并且人类有75%的致病基因 都能在果蝇身上找到 在不久前 复旦大学余威课题组 和北京大学 韩晋东课题组的合作研究 找到了果蝇身上的 一个基因点位 参与多种蜡老相关疾病的 发生过程 这一结论 为延缓人类的蜡老 提供了潜在的靶点 未来我们是不是能借着果蝇的光 返老还童了呢 从飞行的奥秘 控温的技巧 堪比超级处理器的大脑 再到破解DNA密码的钥匙 小小的昆虫 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知识 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 昆虫身上的秘密 会被我们一一解开 而人类的科技 也会进入到更多全新的领域 谢谢大家 张家伟 谢谢 谢谢家伟 除了刚才家伟提到的之外 还有哪些是 昆虫仿生学的一些 很好的应用啊 比如说几年前 日本科学家 因为蚊子吸血的时候呢 根据口气的结构 发明了一个叫无痛 注射器 就是注射针 是 因为蚊子 它电人的时候呢 它有两个 相当于该有一个锯瓷 能够锯 再把吸血的那个管子 插进去 因为那个锯瓷针呢 可以避免 和我们人体的这种 神经细胞的接触 难怪蚊子环果 我根本感觉不到 对 你感觉不到 但你感觉到 它已经细胞走了 对吧 因为蚊子的触角 它有很多的这个嗅解器官 它对分子的这种 很低的浓度 它有超级的敏感度 所以科学家 就利用这种特性 研发出了一些 气味检测仪 比如说在机场附近 探测这种有毒的化护 昆虫身上我们也看到 生物演化的那种智慧 但是人类也非常厉害 真的是可以通过 学习研究和利用 这样的智慧 让我们自己的文明 变得更加的强大 对 那我们呢 其实还有一位朋友 刚才嘉伟没有提到 也已经拥有了 昆虫的一种能力 那就是陪伴了我们 一整季的凯迪拉克纯电 Lyric瑞哥 它的全新一代 Super Cruise的超级辅助 驾驶系统呢 就好像是昆虫的 复眼一样 可以高灵灵的 感知外部环境 进行更加精准的 车辆控制 通过毫米波雷达 摄像头 还有厘米级高晶地图的 数据系统呢 多重保障安全驾驶 对 而且我觉得啊 还有一个很酷的能力 就是它的33英寸的 环目式超视网膜屏 它已经达到了 9K级超高清屏幕分辨率 连昆虫的微观结构 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啊 比平板电脑的 视觉效果更加的惊艳 非常具有科技感和未来感 嗯 好 那接下来三个话题 您看看 您要先听哪一个 学蚂蚁的黑暗童话 我是来自中科院 脑制卓越中心的 博士唐晨 人类社会离不开 个体的智慧 与群体的协作 而看似没有智慧的昆虫 居然有一个繁杂程度 和人类社会 不相上下的神奇社会 这样的世界 究竟有哪些神奇 我们一起探索 大家好 我是唐晨 小时候啊 我读的课外书里面 经常告诉我 这个蚂蚁啊 它真是一种 特别伟大的昆虫 因为一个蚂蚁的小社会里 公蚁 它是情愤无私的工人 兵蚁是奋不顾身的战士 就算是蚁后 看起来好像养尊处优的 但它也得兢兢业业的去繁殖后代 为这个蚂蚁社会知道新的生力军 唯一真正无忧无虑的 好像只有里面的那些幼虫什么的 而且啊 这个蚂蚁群体当中 你当蚁后 它当公蚁 也不是因为啊 你学习好 或者你挺之棒之类的原因 就是天生的啊 生下来就是 而且根据最近我国科学家 通过转路组研究得出的结论啊 这个蚂蚁的社会分工 所需的身份认知 乃至专业技能 都是直接刻露在他们的脑子里面 所以这个蚂蚁成年 它就知道自己是啥身份 该怎么干活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种 直接把社会分工 刻在DNA里面的这种社会形式 称为真社会性 用来跟我们这种假社会人 做区分 而这样的社会形态 也确实创造了 这个世界上最繁盛的族裔之一 蚂蚁的身影可以说啊 是遍布世界 适应了无数的环境 更重要的是 这种看起来 似乎有点僵硬的社会形态 居然它是很有创造力的 拥有很强很强的适应性 比如说 有一种生活在沙漠当中 蚂蚁叫做蜜冠蚁 它们蚁群当中 有一部分成员的 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玩命干饭 确实说呢 是猛灌铜蚂带回来的花蜜 直到把肚子给撑得 像个快要吹爆的气球一样 看起来都是静音剔透的 然后就啥也不干了 就一直倒挂在 以学的天花板上 成了一个活体的蜜筒 到了食物稀缺的时候 其他铜蚂 只要过来摸摸 这些蜜罐蚁的触角 而且像打开 那个饮水机的水龙头一样 它就把这肚子里的花蜜 反除出来 给同班们吃 有谁能想到 在蚂蚁的社会里面 这个吃饱了没事干 居然也是一个正经工作 由于这些蜜罐蚁的消化道 可以分泌天然的防腐剂 它们的免疫系统呢 也可以杀灭大部分 导致食物腐败的微生物 所以这些花蜜 可以在它肚子里面 保存很久很久 而真是这种特性 让这种蚂蚁 可以在严酷的干旱沙漠当中 深深不息 而反过来 如果环境复扰 蚂蚁又能整住点别的火来 比如说生活在南美日林里面 有一种蚂蚁叫做切叶蚁 这个切叶蚁它干什么 它发展出了农叶 而且是真正的农叶 它们会把树叶切成小块 带回蚁穴 然后呢 在这些树叶上面 种植真菌 而且科学家发现 切叶蚁巢穴里面的那些真菌 已经是给蚂蚁驯化了 一方面 这些真菌 必须要有切叶蚁的照顾 才能生长 自己在野外根本就长不了 而且这些真菌 还演化出了专门的 末端盆大的营养菌丝 这些营养菌丝 对于这些真菌 本身来讲是没什么意义的 它的唯一价值 就是给切叶蚁吃 你看这种 切叶蚁种的真菌 跟我们种的水稻 小麦啥的 好像也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科学家都承认 切叶蚁种 种植真菌的行为 是真农业 真农业 真的 所以经常有人觉得 这个蚂蚁的社会 真是秩序井然 已已有饭吃 而且还富有创造力 这不就是我们人类 追求千年的乌托邦吗 对此呢 我只想表示 呵呵 比如表面上看 蚂蚁巢里面的这个幼虫 好幸福啊 饭来张口使来搬走 但是 你要知道 成年蚂蚁照顾这些幼虫 它是收费的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幼虫不是一动不动的 它能交什么钱呢 这里就要讲到蚂蚁一个 比较独特的生理特征了 我们知道蚂蚁 它本质上是一种特化的呼风 它身上有个结构叫做细腰 对吧 那边很细很细 但是呢蚂蚁的胃又在它的腹部 所以如果蚂蚁直接把它在巢穴外面找来那些大块的固体食物吃下去的话 它咽不下去 那个食物很容易卡在它那个细腰的位置 甚至可能把蚂蚁给噎死 那么蚂蚁要怎么吃东西呢 就先把带回来的食物喂给幼虫 然后幼虫吃下去 幼虫它白白胖胖没这个腰 而且幼虫它富含消化煤 所以吃下去 它把这些食物给消化成半柳质 然后再吐出来 给它的哥哥姐姐们吃 甚至啊 有的时候有些蚂蚁比较兴急 它看这个幼虫老是不吐 它还会故意去挤这个幼虫 像挤牛奶似的强迫它们去反除 而蚂蚁之所以会演化成这种 不能亲自吃东西的特征 有一种观念就认为 这是为了避免工蚁贪污 对那些工蚁兵蚁 其实远远没有它们看起来的那么忠诚 甚至于啊 蚁群当中只有蚁后可以繁殖的 这条看起来铁律的自然规则 也是可能被打破的 有些工蚁它会悄咪咪的产卵 把这些卵跟以后的卵堆在一起 当然相对的 蚁群当中也有一套商鸯的严刑菌法 来防范这种行为 比如说私自产卵 这种在蚁群当中就属于大逆不斗 被抓现行的话那就是死刑立即执行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真社会性 和我们这种假社会性之间 似乎也不是那么精卫分明哦 而这也更是说明当距离足够遥远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界的美好或者丑恶 可能很大程度上 只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够罢了 谢谢大家 来 春春节你看这个 哦 蚂蚁 对 哦 这是蚁巢 对 这其实就是一个蚁巢的模型 但是里面养的是真的蚂蚁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你有一只爬 有两只爬出来 好一两个 就是这个蚁巢 其实它有一个很复杂立体结构 哦 下面还有 我们才看到 对 那就蚁巢 蚁巢在下面 蚁巢 蚁巢以为下面是雕花是吗 就这里面看得更清楚一点 哦 其实在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工蚁 然后里面有一些长着比较发达大鳄的是冰蚁 那作为一个社会形态 它总得有个蚁后吧 蚁后藏在里面 蚁后一般在最底层 这看不见的吗 看不见 它不动 哦 最底层环境相对稳定一点 适合蚁后产卵 因为卵很敏感 然后这个乙穴它立体结构 一般靠近地面的部分 往往都是工蚁的员工宿舍 防卫 防卫 对 所以刚才你讲到这个真社会性 假社会性 它的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社会分工 如果是刻在DNA里的 就是真社会性 社会分工 如果是根据大家教育啊 什么是否在安排的 就是假社会性 咱们都是假社会性 对 但是看到蚂蚁 我就想到最近上海 就是有一种虫灾 就白蚁特别多 就是我们的小区里边 就有一窝一窝的白蚁 所以这个白蚁也是这样 具有真社会性的一群蚂蚁吗 首先白蚁不是蚂蚁 白蚁本质上是一种蟑螂 对 蟑螂 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就是认为白蚁 为什么会演化出 跟蚂蚁相似的社会性 就是因为白蚁 它的祖先是可能生活在宿木里面 宿木是倒在土里的 蚂蚁窝是在土里的 所以白蚁经常被蚂蚁吃 为了对抗蚂蚁 它们逐渐失忆尝忌 以质疑 演化出了类似于蚂蚁的社会结构 对 它们还是不一样 因为蚂蚁应该属于 磨刺木 白蚁属于等刺木 白蚁从演化的等级来说 白蚁是低等的 蚂蚁是相当于高等的 所以白蚁和蟑螂是亲戚 蚂蚁和蜜蜂是亲戚 对 因为我硕士我是读脑科学的 我觉得昆虫它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 它仿佛形成了一种群体之力 它们是怎么样维持这样一整个体系 甚至我可以说它去思考了呢 昆虫之间的这个个体之间的交流 一般是用这种化学的物质 我们把它叫信息术 这个信息术呢 种类于很多 比如说有最终信息术 像蚂蚁才到食物了 它会留下这个信息术 然后呢 同伴这个修到以后 就知道哪个地方有食物 还有些呢 是警戒信息术 它就告诉同伴 哪地方有危险 还有些是这个 比如说是产卵 这个信息术 有些昆虫 它根据这种气味 它就觉得在这地方产卵 可以保障它的下一代 有食物可以吃 比如说像一些果蝇 就藏在腐烂的水果里面 所以其实可能 对于一个蚂蚁的群体来说 它附近那片环境 它其实用这种信息术 构建了一套认知地图 对 你们有没有看过 一个漫威的电影 叫蚁人 Ant-Man 看过 对 就是他们是通过某一种方式 控制了所有的蚂蚁 就是可以让蚂蚁集中起来 变成一种进攻的军队 这个有可能实现吗 这个从理论上是可以的 在国外有人研究 在蜜蜂的这个头部 被一个电击 比如说发现 这地方有个炸弹 因为它有反应嘛 信息的这种连接 这个真的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好了那接下来 还有两个话题 您看哪一个 为什么受伤呢 总是我 大家好 我是旭东 一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里 借助着电磁波传递科普声音的我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昆虫 这些或许美丽 或或许烦人的小家伙背后 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各位好 我是旭东 今天这个话题呢 其实在四宝老师面前 有点扳门弄斧 因为我讲的 就是和蚊子有关的话题 这个时节的傍晚呢 其实真的非常适合散步乘凉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在出门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防蚊工作 因为日常生活经验 已经告诉我们 在黄昏时分 恰恰就是蚊子们 开始要蠢蠢欲动的时候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为什么呢 蚊子的视力其实很差 在蚊子的嗅觉系统当中呢 一种气味结合蛋白 OBPS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帮助它们进行嗅觉检测 而实验发现 阳光辐射啊 就会抑制这种蛋白产生作用 如果说我们翻译成普通话呢 就是蚊子的嗅觉 在大白天还真的就会变差 说到这里呢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 还有 一个困惑啊 就是 明明猫猫狗狗老鼠这些 它们也有气味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蚊子好像偏偏是盯着 我们人类的气味不放呢 只咬我 你别说 就在2021年的时候 就有科学家 针对这一些专门咬人的蚊子啊 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由康奈尔大学 神经生物学的一位 中国博士后啊 叫赵志雷老师啊 他的团队来设计的 它们呢 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当中 释放了100只 埃及 伊纹啊 并且呢 是放置了两个气味源 一边呢 是人类的气味 另外一边呢 是其他的一些 哺乳动物的气味 你猜这个结果怎么着 这些蚊子 是无一例外 都选了人类这一边 它们又是怎么样 在各种各样的味道当中 分辨出人类的 或者说 它们为什么更喜欢人类呢 气味含量的占比 是蚊子挑人咬的最大秘密 人的气味当中呢 有几种分子 是远高于动物的 比如说 又比如说 甲鸡更西铜 这两种气味分子 它是怎么来的呢 说白了 就是我们常说 这个皮肤爱出油 出的这个油当中 就有这样子的气味分子 就是为什么 好像爱出汗的人 代谢高的人 不怎么爱洗澡的人 更招蚊子 而且呢 这个蚊子甚至 它爱人血 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就是在它的嗅觉神经当中 说是有一个嗅小球 就相当于是 为人类定制了 就是它只对 人类产生的鬼权感兴趣 那有趣的是呢 科学家 其实还对比了 一万年前的 古代蚊子的嗅觉神经 结果发现 好像在一万年前 蚊子并没有那么的挑食 这个又是什么样的 一个原因呢 只能说一种 可能的猜测吧 就是一万年前 其实有一个 重要的分水岭 就是人类开始 进入到农业文明了 那农业文明 其实就带来了一个 人类生活方式的 重大转变 我们开始大规模群居 而且是定居 这样一来 我们如果站在 蚊子的角度想一想 哎呀 面对这样一种 体表无毛 而且作戏还比较规律 还在晚上是睡大觉的 这种动物 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 更加容易的 取食对象呢 所以要真的 如果是站在这个角度 来想的话 比别的动物更招蚊子 或许只是我们 居有定所的一个 小小的副产品罢了 谢谢 讲得真好 特别生动 王老师好 蚊子种类很多 有些蚊子是白天活动 有些蚊子是晚上活动 这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有些蚊子喜欢听人 有些蚊子喜欢听动物 而有些蚊子 人和动物 它都没有差别 同样喜欢 这个实验 它本身是针对埃及一蚊的 对 那我们国家的这种花蚊子 白蚊一蚊 它就是对人 对动物 它都很喜欢 是吗 就不挑 但是刚才徐东讲到这个原理 就是蚊子是通过嗅觉 来判别它的食物的 对的 主要是嗅觉 人体的气味 仅仅是某一类的这个信号 因为蚊子它要定人 它要需要很多的信号 对 比如说我们人这种体温 还有我们人呼吸的爱化碳 爱化碳 甚至比你的气味更重要 它现在就市场上的驱蚊产品 真的很多类型的 就比如说紫外线灯的那个驱蚊器 电纹拍 然后还有像这个超声波驱蚊器 还有很多小朋友衣领后面 会贴一个那个圆片 对 驱蚊贴 对 我看四毛老师笑了 还有各种的偏方 比如说多吃大蒜 还有种什么植物可以防纹 对 特别多 王老师您觉得这有道理吗 这些 有科学依据的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有些这个普分灯 效果是有 但是呢 没有那么显著而已 普分器呢 现在有很多产品 效果还是蛮好的 它会释放氨化碳 同时也会释放一些 模拟人体的这种气味 这样的话 纹着它就会过去了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经常会有人讨论 就比如说一家老小 好像有人会说 小孩更招蚊子 什么孕妇更招蚊子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说这个什么 穿不同颜色的衣服 好像这个深色的更招蚊子 这些有科学意见 还有网上说什么 血型招蚊子 深色的这个特别多 但是您刚才讲的 这种小孩和孕妇招蚊子 这是对的 因为小孩跟孕妇 他代谢完善 呼吸的氨化碳 对 我们残忍要高20% 这个蚊子 他就会更容易去发掘它 至于这个血型 我们觉得不是很靠谱 因为科学的这个依据 不是那么充足 很多人都好奇的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小时候 被蚊子咬反应特别大 但好像这个大了之后 就感觉是自己皮糙肉厚了吗 还是说我们真的就 对蚊子的这个什么抗原之类的 这个没什么反应了 这个应该说是 我们人体的免疫的这种适应 因为即使被蚊子咬 蚊子的突厌里面有很多的蛋白 有很多的这个外来的物质 这样你的棉系统就会启动了 对 这样的话就会分辨一些主案 这个主案呢 就是让你这个皮肤 这个叮咬的这个小包上面 就会发炎 但是你叮咬的次数多了 你的棉系统基本上就设别大了 这样你的反应相当于说要弱一点 其实刚才徐东讲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就是蚊子和蚊子之间 会有质力的区别吗 就是人跟昆虫呢 在这个自然演化的过程中 这个路线啊 可能是不一样的 人可能想 更高的智慧去发展 但是昆虫和其他的动物 它更 这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生存 对 适应 然后呢 不断地去繁衍 我跑量 我的下一代 下下一代当中 有一个更优势的 那我这个群体就占优势了 跑量 对 跑量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的小金 他已经在第二现场 一个人等得很久了 来 有请小金 我是靳雨晨 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毕业 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 昆虫从健康到经济 方方面面都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他会带来丰收的喜悦 也曾带来天灾的恐惧 他们究竟是敌是友 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大家好 我是靳雨晨 人类在地球出现是几百万年前的事 而从第一只昆虫的出现 则是距今三亿年前 昆虫一直深深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 战争 饥荒 瘟疫 是人类历史上的三大灾难 不少灾难的背后 都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身影 那就是昆虫 昆虫对人类危害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类就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作物 和经济作物的危害 第二类就是传染疾病 昆虫一共分为33个木 其中直斥木的蝗虫 是给人类带来最大创生的昆虫之一 中国自古 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 咱们看看数据就知道 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 两宋为3.5年 元朝为1.6年 明清两代 均均2.8年 受灾范围受灾程度 堪称世界之最 仅咸丰年间 就一次连续7年的蝗灾 波及10多个省份 受灾面积占了三分之一个天下 那大家是不是觉得 蝗灾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蝗灾 就是在2019 2020年期间 发生的那次横跨亚非 30多个国家 让4000多万人受灾的蝗灾 近日大量的蝗虫 入侵了索马里亚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亚的蝗灾 也是非常严重 4000亿只蝗虫 漫天飞过 它们加起来 重达80万吨 每天会吃掉 2700个人 一年的口量 蝗灾的毁灭 给人类带来的是饥荒 而疾病的传播 给人类带来的是 可怕的瘟疫 瘟疫的代言虫 非蚊子莫属 全世界每年有72万人 因蚊子传播的疾病而死亡 而每年因谋杀而死的人数是48万 也就是说 平均一天就有将近2000人死于蚊子 这个数字是除了人类自己 杀害人类最多的动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家都把蚊子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 那蚊子会带来哪些疾病呢 由库蚊传播的有传染性隐性脑炎和丝虫病 由一蚊传播的有登革热 登革出血热 黄热病 债卡病毒 还有由暗蚊传播的可怕的瘟疫 为了解决蚊虫带来疾病啊 全世界科学家就在不停的研究解决方法 王思堡教授追求的是共生之道 如果说灭绝物种这条路走不通 那么为什么不选择阻断疾病诞生的蚊床呢 为了这个目标 王思堡老师和他的团队开始寻找符合这个要求的细菌 虐剂的源头 虐蚊虫生活的蚊床呢 就是蚊子的肠胃 随着蚊虫吸食血液 虐蚊虫开始在蚊子体中铸扎 所以王思堡老师选择的这个细菌 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它必须可以稳定的定制在蚊子肠道里 第二 这个细菌啊 必须可以在蚊子的体外培养 可以用人工培养机让它成长起来 第三就是这个细菌 必须可以通过基因的手段来进行操作 那第四点就是要有杀虐蚊虫的药物基因 最后一点就是要把这个 细菌进行武装让它变成抗虐的战士 去到蚊子的肠道里把虐蚊虫给歼灭掉 那完成了消灭虐蚊虫 还有一项难题在等着我们 就是如何让这种抗虐细菌 有效地在蚊子族群中传播 经过多年的努力 王思宝老师的团队从暗蚊体内分离出一种细菌 AIC AIC呢不仅能由雄蚊通过交配传播给慈蚊 还能通过粘附在卵壳表面 这样的方式经过慈蚊产卵 垂直传给后代蚊虫 实现在蚊群中的代代相传 那这种共生菌可以在不同种类的暗蚊之间传播 同时呢 这种共生菌不影响蚊虫寿命 具有重要的生态环境安全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 防御昆虫的灾难可能并不是一场战争 我们需要找到人与自然间最和谐的共生之道 感谢大家 我是小金 小时候会想 那让所有的蚊子全灭绝了算了 但事实上如果蚊子灭绝了 可能很多的生态系统也会崩溃 它是很多其他的生物的一个食材来源 蚊子除了做食物 还有别的生态价值吗 蚊子可以传粉 传粉 对啊 因为这个丁人的是齿蚊 雄蚊 或者干干羽化出来的这个齿蚊 它都要吃花蜜 就是现在已经发现猴脸兰花 这个兰花主要是烤蚊子来传粉 所以如果没有蚊子了 这个兰花可能就没有了 对吧 还有呢 这个蚊子的结局 其实在水里面 它也有自然的清洁顾虑的作用 因为它在水体里面 吃一些这种碎屑 吃一些这些藻类啊 吃一些细菌 这样的话水体如果有蚊子 是很干净的 基因编辑CRISPR的这个技术的创造者 他说如果我们用基因编辑的技术 把蚊子给消灭的话 从生态的角度来讲 也许就是地球打了一个喷嚏而已 那不一定 但是可能我现在理解 就是喷嚏背后 有可能就感冒了 对啊 重症了 斯巴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您提到 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是想要设计一种细菌 然后跑到这个蚊子的肠道当中 它在里边这个传播 那能够跨种传播吗 比如说这个安文德了 然后再传到衣纹那儿 传到酷纹那儿吗 能够想到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你还是 这个经常对困难 有很深的思考 那我们这个细菌呢 就利用这个 它可以通过蚊子产卵 传播 就如果一头持蚊 把这个蚊 藏在一个小水沟里面 自然间里面 其他的蚊子也会 也藏在这里面 这样的话 所有蚊腐化出来的结局 就会持这个细菌 就会获得我们这个细菌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细菌 就相当于说 心灵灵火 可以疗养自私传播 我一旦投放了一个区域 就整体可能就比较安全了 而不是说是针对具体某个物种了 现在大家说到传染病 真的都是身有体会 而且心有余机 那从您的角度来讲 有没有可能性看到 就是下一次传染病 有可能是由昆虫带来的 这种隐患呢 昆虫传播的疾病呢 仍然和我们人类 有密切的关系吧 现在新发的传染病 有昆虫传播的 就占17% 前段时间 实现卫生组织 有一个部门主任就说 下一场传染病 有可能是有虫媒传播 我们还要提高警惕 所以您现在研究的这个价值 还不仅仅限于说 对付月季这件事情 而是它提供的一些思路和方法论 可以对抗很多虫媒带来的传染病 对对 我们也从其他的研究里面 获得灵感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研究 给别人提供一些参考 对 我们刚才的这个科学禁言呢 都已经结束了 现在呢 黄教授 您要选出 您认为本场当中 最佳的硬核青年了 其实他们我觉得 四个人讲的都非常好 我觉得选还是有点难度 对我吧 我觉得可能有更大的 这个想象空间的 我觉得 反省 我觉得这个 对 恭喜张伟 谢谢王老师 张伟这是你本季 《蔚来中国分享》以来 第一次获得这个虾奖是吗 但是这一次就非常的让我开心 因为我就是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王教授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特别的礼物 这什么印章吗 蚊子标本吗 这是一个产日缅甸的 恐龙时代的一个琥珀 果然琥珀 我猜对了 这个好 这个琥珀里面就有一只蚊子 你看 恐龙已经灭绝了 蚊子还在 这个蚊子仍然在地球上 生息繁衍 说明这个蚊子的生意性很强 谢谢王 谢谢 家伍你太幸运了 这一次你得到了这么珍贵的一个礼物 对 这一个礼物的年限加起来 可能比你们的都要久吧 差不多三亿年吧 因为我本科也是学生物学的嘛 那个时候很浪漫的 拿着一个捕蝴蝶的网 去山上抓蝴蝶 这是我对于昆虫学的最初的一个认识 那王老师您最初决定要学昆虫学的时候 您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去做出了这个决定呢 尊享光明至优 致敬科学 致最优的你 精彩下节继续 那王老师您最初决定要学昆虫学的时候 您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去做出了这个决定呢 每个人的兴趣 你都让他去见一见试一试看一看 就像未来中国一样我们不同的主题都展示一下 那孩子们可能就会发现这个挺有意思的 现在的研究可能需要度学科 如果要秉持兴趣发展论 我这个兴趣是可以变化的 那我可以尝试更多的东西 就是我作为一个上过山去抓虫子的人 我发现你当面看到这个东西是真的感受非常的深刻 我们也有学生到一边去采集蚊子 我们如果要采传播劣迹的蚊子 我们就到牛棚里去采 有一个管子有这个锡 直接上嘴锡吗 它有那个电动的 我做研究的时候 大家就喜欢用嘴锡 机器的还不喜欢 就觉得水更灵活 对 可以调节 这应该很难吸到吧 用个电筒一照 蚊子就不动了 因为蚊子它是壁瓜嘛 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抓蚊子的方法 你突然间把灯打开 蚊子一下子会眩晕 然后它会就近停下来的 像你们实验室现在有多少蚊子 一个蚊笼 里面有500只600只 我们可以有10个笼子 20个笼子都有 这每个学生都要学会 怎么样去养蚊子 那您招的这些研究生啊 包括博士生进到您的团队 您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必须要脚踏实地 要切而不舍的精神 因为科研毕竟 他有很多不确定性 你看我经常跟他们讲 即使说这个 这么去做 结果呢 跟我预想的不一样 这个并不是一个失败 至少我知道了 这样的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是一个证明 而不是是一个失败 科研要享受一个过程 心态你要摆证的 其实没有什么 关键是看你的研究 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是不是吸引你 有没有意义 现在你的研究 还是处于研发的阶段 那到最后的应用 这个上面有个时间表吗 尊享光明至优 致敬科学 致最优的你 精彩下节继续 现在你的研究 发现这种策略是可以有效地阻断 有文字传播给人 那接下来我们把实验室里面这个成果要应用到野外实际的环境中 那现在我们已经跟非洲的联系 今年已经开始做了 你看我们这个细菌在非洲的蚊子里面 它能不能够跨代传播 它在非洲的蚊子的体内 能不能够有效地定植 能不能有效地杀灭非洲的虐虫 今天我觉得我们讨论了很多 而且我们都是围绕一种 曾经被我们定义成是害虫的这个像蚊子呀 还有其他的一些昆虫来讨论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害虫和异虫 这也是只是从我们人类自己的角度来评判的 虽然说昆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新奇新知 甚至可能因为传染病给我们带来一些恐惧 但是无论如何 从更大的生态的角度来说 是维持整个生态平衡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学习与昆虫更好的共存 这也从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那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请王教授为我们留下一个向未来的提问 昆虫是种类凡多 现在可以有很多有点我们去了解 为了更好的去利用开发这些昆虫的资源 为我们人类服务 我觉得要解码所有昆虫的奥秘 上微博搜索未来中国参与活动 学习更多科学小知识 探讨未来中国 关注新浪娱乐 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科学需要好奇心 欢迎大家上微博 向科学家提问 一起来畅聊未来中国 中国平安呢 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科技素养的提升 从小培养青少年的好奇心 以科技微光点燃未来梦想 那关于昆虫和生态学 你有哪些问题想要提升 请问蚊子在飞行的时候发出了嗡嗡的叫声 它是在跟其他蚊子进行对话吗 蚊子发出嗡嗡的声音 是它这个翅膀 这个震动的这种发出的频率 这个时候肯定不是跟其他蚊子对话 蚊子可以通过释放一种信息术 用这个气味的化学分子 来相互进行通讯和交流 绿原虫的素质除了蚊子以外 还有其他素质吗 因为绿原虫种类也蛮多的 有些绿原虫是感染人 有些是靠蚊子作为媒介来传播 蚊子其实感染绿原虫之后 它自己不会生病 感染小鼠的绿原虫也不感染人 人类机缘开启 地球文明游如水之涟漪 层层叠近 人类祖先智人 学会了构建神话 开启了让神话变成现实的旅程 科技决定人类命运 拓展无限可能 十位最顶级的科学家 一群热爱思考上一发问的年轻人 从探索出发 向未知前行 开启中国未来的新机缘 以青春点燃科学之光 生物材料的3D打印 打印只需要半个小时 就可以直接进入临床收入室 加音吸合金 它能够吞咽其他金属 当它吞上了一块铁片 它就能被磁铁所吸引 它会变得更加的坚固 闭环脑机接口神经刺激器 一旦监测到异常 就会预先放电 平息 后续的电线发作 手环采集了肌肉的信号之后 来远程控制这样的一只机器手 这些都是造福人类的向善科技 主要顺利够强 没有解不开的传统力 武风之号和九章号 这两台计算机的诞生 标志着我国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 同时在超导和光量子 两条技术路线上 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 个人的价值 民族的价值 和科学价值 三者的统一样 我们早晚早晚 总是会成为一个科技的强者 天眼是修给下一代 这计划是依然吃用 是活得下一代的 我这个年龄 我不知道哪天就走掉了 我现在做的是最急的 把年轻人推上去 为我们留下一个向未来的机会 未来中国的科学 对世界上 有什么独特的共性 最一样科学呢 插上想象的吃饭 气电何时能发电 希望真正能够搞清楚 找到答案的 成为科学的目标 人热的未来在哪里 科学家是少数 我们就是要借着 未来中国这个节目 我们的公民 能获得科学知识 科学的视野 能够变成科学公民 感谢战友合作平台 微博 首次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向知乎 搜未来敦国 与知乎打主一起乐聊 节目换回 国家知识短视频 合作平台 苗东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感谢中国网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千龙网 中华网 360娱乐 娱乐中国 东方 亚洲娱乐网 中国综艺网 热点文语 小白娱乐 环泰娱乐 观众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